这个王世坚现在跳出来 不是要跟何志伟 在同一个选区要初选吗 那大家也看到何志伟 这两天很认真的在跑行程 而且都是这个所谓赖清德身边的人 在陪何志伟跑行程 那反而但是王世坚 大家如果去回想一下 当天他决定要去领表 那个登记的时候 站在他身边的是英系的人 这代表是什么意思 是到现在难道赖系跟英系的人 还是没有调好的意思吗 当然王世坚讲的也是 令人有一点鼻酸 他说在政治上我胜的寿命 只剩几年了 再选就这一次了 接下来我要提早退休 所以希望把最后的智慧经验 带到立法院去实现 就何志伟就把他酸回去 说这个既然王世坚要退休了 这是他的私事 不要用小我来破坏大局 如果不想选的话 你就让年轻的来 在各自的纲位上一起努力 我老实说王世坚 如果这个立委出前没有选上 他还有议员可以做 何志伟如果你没有选上 可能就要等四年了 那还有就是呢 在这个激进党 激进党在台北市党部 有一个开幕查会 你知道有谁到场了吗 陈时中 王碧胜 哇这个 还有这个徐国勇 姚文志 一听就通通都是英系人马 还有送花的送花 道场的道场 还有徐国勇就是那个跑去主持节目的 表态支持吴辛贷选港湖的立委 那是把高嘉瑜放在哪里呢 那这个时候呢 李建昌就提议说 是不是干脆让吴辛贷来跟高嘉瑜做一个民调 那这样子如果谁赢了呢 谁就来选这一区的这个立委 但是这也很奇怪呀 他们明明一个是激进党 一个是这个叫做所谓的民进党 所以他们也要泛律大整合 泛律大联盟吗 也是要这样做这个民调吗 那当然高嘉瑜是觉得很不开心啦 他觉得这种方法等于说 是要送给国民党一席立委了 那吴辛大也是啊 吴辛大现在也是很有这个很有自信 他说本土派的选民希望的不是选赢 或是选票最大化而是理念优先 现在呢才上半年还有而已啦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妥协的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所以这个高嘉瑜最后会不会最后 最终还是会请出赖清德他的好朋友 毕竟当时赖清德被蔡英文打到趴掉的时候 这个高嘉瑜是站在他旁边的嘛 所以从这两个选区 你可以看到是英系跟赖清德的人嘛 好像还是没有手牵手啊 没有心连心啊 是这样吗杨明 其实在监委这个组合的对战 他们是有蛮复杂的一个爱恨情仇啦 就是监哥他不是完全的所谓的音系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的状况下 音系选择站在王世坚的身边 那包括听说连这个帮这个尖歌操盘 网路社群的都有一群这个所谓的这个去年帮 陈时中的人去帮他 所以在这段时间 何志伟可能压力就会非常大 而何志伟请出郭国文这样的一位 不要忘记郭国文跟何志伟其实叫同梯 什么叫同梯 就是他们在2019年都是靠补选选上立委的 那只是何志伟比较早 他是一月份 然后呢这个郭国文是三月份 那可是他们两个都是这个 2018年民进党大败之后的幸存者 所以他们两个某种程度上 除了跟所谓的赖清德友好之外 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渊源 那这一个当然郭国文出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观察下一位是谁 下一位站在何志伟旁边的会是谁 我听说好像刘世芳啊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赖系的 都有可能会去帮何志伟 那这样子也就会凸显出这个 殷系跟赖系之间的矛盾 但是殷系现在在这个王世坚身边 到底能够展现什么样 因为王世坚的空战很强啊 他的这个声量 甚至你知道那个很多的民调都显示 蓝营支持者支持王世坚的比例是 是何志伟两倍 我那个时候线上面对面做的那个民调 就是假设王世坚出来选 你会支持王世坚还是何志伟 支持王世坚有80% 王世坚是非常的那种所谓 跨党派的支持 连中天的观众都非常支持王世坚 这个当然到了这个初选的过程 会是怎么样 目前还老实说真的很难说 那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再把下面 这个高嘉瑜跟吴欣代这一局 简单讲 这整整套叫做把尖尾鱼一次消灭 一次消灭 什么叫一次消灭 我讲最好的结局就是 产尖断尾捕鱼 产尖断尾捕鱼 OK好 什么叫产尖断尾捕鱼呢 王世坚你看他已经讲了 怎么样他就是做这一届 对 好假设初选是王世坚通过 王世坚的政治生命也就到2028 对 2024是他选嘛 就算选上了到2028 最晚2028王世坚就离开政坛 对 而何志伟如果过关 对 我说对于那种要把这个三个人一次消灭的 最好的方案就是 第一个王世坚要先赢 然后王世坚的政治生命剩四年 对 然后何志伟拜拜 拜拜 那高嘉瑜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吴欣代坚持选下去 高嘉瑜落选的几率就大幅提高 没错 那于此网破 这个高嘉瑜落选 好 这一次选举2024先消灭两支 2028王世坚退休结束 坚尾于四年内全部消灭 这不就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最好的结局吗 这就是民进党的台派 所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吗 某种程度上应该说 他们对所谓的把炮火对党内的人 他们恨到 这个其实是比老实说比费心大战更狠的一局 其实是更狠 尤其是高嘉瑜这个区域 就是港湖区 对民进党来讲 去上一届2020年能够拿下这一席 其实是对民进党非常难得的一席 可是他们没有珍惜高嘉瑜这个资产 高嘉瑜能够拿到12万票左右的票 你要知道2018年 高嘉瑜只有大概 就是说一元只有拿到7万票 等于说高嘉瑜可以扩充很多的其他的游离票 所以港湖地区 现在就是一个三个女人的战争 这三个女人一个是高嘉瑜 另外一个是吴欣戴 还有一个是国民党的 那国民党的会是游书会还是李彦秋不知道 那现在这个 所以呢内湖南港这一区 现在的状况就是 如果是这样三个女人的战争 那假设蓝营又很集中的话 那高嘉瑜如果照杨明刚讲的 高嘉瑜就这样子被解决掉的话 高嘉瑜未来还能做什么 好我们现在问一下许婷好了 这个我是觉得他们现在在操作的 就是激进党 我认为他是这个意在赖清德 就他一定要操作一下说 对于高嘉瑜的诸多不满 但是因为大家也都很清楚 就是说高嘉瑜委员跟赖清德主席 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说激进党作为这个 其实他也不演了 反正他就承认自己是彻翼 所以他当然要找到一个机会 然后要求民进党要怀柔他 过去他跟蔡英文有一定的默契 但是因为现在民进党基本上 蔡英文的任期到了最后 那未来原则上就定于一尊 就是未来是赖清德要代表 民进党来选总统 所以面对这个新的权力中枢的时候 激进党要如何自处 他必须要了解赖清德背后的一些想法 那为了在这个过程 博弈的过程中去取得最大的谈判筹码 他当然就先挑他的爱将来开刀 意思就是说你赖清德 没有办法好好怀疑我们激进党 让我们乖乖当你的车衣去臣服的话 我至少会在一些盘面上去乱你的盘 让港湖的时候让你的爱将是飞速不可 所以我认为表面上他们是 嘴巴上都讲说什么高家瑜是背叛叛徒 这些有的没的 但是本质上他们在做权力的博弈 所以说到了最后很有可能是他们谈妥了之后 就收兵不完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当然我们在国民党的立场 我们非常希望吴辛迦参选到底 笑也不敢 你就选到底吧 国民党一定非常希望 加油 台派价值绝对不能退缩 台派过去就是被民进党诈骗的一个对象 这他们自己不讲我们帮他讲 在选举的时候满口什么台独建国 这些好重要把这些人供的跟神一样 可是蔡英文当家这么多年 哪一次真的认真在推这件事 恐怕是没有吧 所以你口中的什么台派理念这些东西 从头到尾 这次一定要坚持 从头到尾就是民进党操作 变成政治诈骗的筹码而已 所以某一些层面我们也理解 吴辛迦的主张 对理念不能妥协一定要参选到底 一定要参选到底 你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